今年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能够有进财的机会 指定现实财库他有入存 绝大多数都是你有钱会进来的机会 之前就一直跟大家提到说 其实今年是一个大家很好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年 尤其是在我们从命盘上来看 今年的流年大家的财宝宫都在这边 一定会有颗陀螺 你知道陀螺星常会让大家认为说 纠结不知道该怎么办 陀螺星如果出现在流年夫妻宫 那个那年的感情状况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为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怎么办会有几个原因 第一都没有人追你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第二太多人追你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财博宫上面也是这个样子 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你可能会觉得你不知道该怎么赚钱 不知道该怎么办 太多赚钱的机会你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的时候那个纠结 他不见得是好或是坏 这是我们在上课常提到 所有的心要他都是中性的 问题是你要怎么去看待他 跟怎么去利用他 那我们反而会觉得当陀螺星所在的位置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种事情让你不知道做选择 其实都在告诉你 你要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好好的冷静的慢慢的去思考 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 不论是在感情上面 或是在那个理财上面 都是这样子 你有很多投资机会 你不知道要选哪一个 其实也有可能就是 这些都是你不熟悉的 所以你会不知道要选哪一个 那你是不是应该要静下心来 认真的去想 到底哪一个是你比较熟悉 或是你比较了解的 那你才能够去有所选择 更何况晋能的那个子女宫在这里 所有的人呢 今年的子田县都有一颗露存 也就是表示说 今年所有的人呢 都有可能啊 能够有进财的机会 子田县是财库嘛 那他有露存 绝大多数呢 都是你有钱会进来的机会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好好来思考一下说 要怎么样啊 可以让我们啊 在今年找到更多赚钱的机会 那今年所有的人的 那个财博工呢 在这边 这边呢 是你今年所有财博工的 新要的祝贺 在今年这种动荡的情况之下 我们也常碰到很多人呢 网友啊 学生啊 或者是我的客人来问我说 啊老师那我今天要该 要投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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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股票 在这一点上面呢 坦白讲老师 其实一直都是建议大家 虽然你们觉得说我预测 那个股市的涨跌总是很准的 但是不要来问我投资哪一支 一我没有 足够的法律身份来做这件事情 第二呢 我一直都相信啊 赚钱绝对都是靠知识 不是靠运气的 运气当然是需要的 可是你没有足够的知识 是没有办法长期赚钱下去的 你才能靠运行的都靠都不过 这实际上这个股市的低点 大概会走个大概三个月左右 那你如果希望让自己的 那个投资在这个时间点里面 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成果的话 那我会建议大家来上一下 我Max老师教的投资理台的课 这已经不是广告了 我就是直接推广 Max老师他一直都很强调 基本面很 他从基础的经济学告诉你 你要怎么去看待你自己 应该适合什么样子的投资工具 那对于命理的角度来讲呢 我一直都比较相信说 找到适合自己的是最重要的 不管是钱或是感情 都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好或是坏 我会建议如果说要投资的人呢 应该要去做点功课 那今年会是好的时机 那除了投资之外呢 这因为疫情的关系啊 这一两年一定很多人 会有想要兼差 会有很多人呢 公司一直在放假 他想要多一点收入 或想要兼差 那我们今天可以来聊聊啊 什么样的情况 你今年是适合兼差的 是这件事 因为毕竟有个陀螺心在这边 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兼差 很可能不兼还好 一兼晕倒 那个兼下去之后呢 两份工作都没有 你只能在家里面 当鱼一样 每天躺在棉被上被兼鱼 再兼来兼去 所以啊 有陀螺心在这里的时候呢 其实啊 你会想要有更多赚钱的机会 但是呢 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宣折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这些组合里面 要看什么呢 要看这些组合里面啊 有没有画路跟画圈的 很多人会觉得说啊 那我想要再多找一份工作 我是不是看官路工 不是哦 我多找一份工作 你当然也可以看官路工 可是你如果多找一份工作 的目的是为了要让你多一份收入的话 那你其实要看的是财博工 谁要看的是财博工 因为你有可能多找一份工作 可是其实 钱并没有比较多 也许你就觉得啊 有啊 我那个多五千块啊 多五千块对你来讲 如果说你本来的收入是十万 那多五千 甚至多一万 对于你来说 其实不算多出来 所以在你的命盘上面 其实是看不到效益的 我们所谓的多出来 你至少要多个百分之三十以上吧 二十三十甚至五十 你才会在命盘上对你来讲 有实质的效益 那这个时候看的 其实就不是官路工 他看的应该就是财博工 那财博工里面呢 他做了这些新药 那你必须要看到说 这些新药里面呢 他同时在今年 他会出现有画权 有画禄 那今年就会是一个很适合你 多找一份兼差 或是斜杠一下 看你要斜到哪边去 可以多去找一个收入 来帮助自己在今年呢 可以过得好一点 甚至完成一些自己的梦想 那我们来看说 今年虽然是无许画记 但是呢 如果你本身在这边的 那个财狼心或无许心下面呢 那个星药字下面呢 有写了画权的或是画禄的 基本上呢 这一年你不用去担心你的无许画记 你反而 反而你努力工作 你其实是会赚到钱的 不管是财狼在这边也好 无许在这边 那无许在这边也好 财狼在这边 只要是你的财狼或是无许有带到鹿跟犬的 今年都非常的适合 紫威跟天象呢 基本上啊 紫威会画权 紫威画权的可以 但是呢 破均画鹿的不行 破均画鹿不行 那破均画权行不行 破均画权也可以 破均画权也可以 那如果是天机跟天良呢 天机跟天良呢 如果是在这边的话 不管是天机画鹿或是天机画权或天良画权 其实今年都还不错 但是如果是在这边呢 如果在这边呢 我会建议啊 你即使要去做业外的工作 也需要保守一点 也需要保守一点 毕竟因为这两颗星 是非常非常怕陀螺星跟情阳星的 所以他还是要保守一点 那尤其如果你的业外收入呢 是投资的话 你想说那我投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朋友 那个要开一间红茶店 那我投一点给他 这种其实我会建议就不要了 如果是欺杀跟连辅呢 欺杀在这边 连辅如果在这边 那你这边只有可能是连针会画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如果他在这边是连针画鹿的话 其实啊 他在这里会有录存 这里会有羊 这里会有陀螺 那如果这里会有陀螺的话 你这边有一只羊 这一条是浮关线 这个表示说啊 你有可能啊 即便去接了这个工作 你赚的钱也不会太多 那这个时候就要看看说 你到底需不需要那个一点点钱呢 如果他是连辅在这边 然后欺杀在这边的话 那我们就会更建议说 这个即便你是连针画鹿 你很努力去赚来的钱 会比较辛苦啦 那除了会很缺 否则我们就会建议说 也许今年多一点学习会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是巨门跟天童呢 这两个星药啊 一样的 画鹿画权 都是适合的 都是适合的 尤其是做业务型的工作 或者是做一些网拍 卖一些 你可能会做蛋糕啊 卖一些小蛋糕都OK 那如果是太阳跟月亮呢 这两颗如果碰到 画权画鹿 原则上也还OK 那这个都是你今年呢 可以啊 多试着看看 多替自己啊 增加一个赚钱的机会的 以上呢就是在今年啊 这种疫情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会心慌慌意乱乱 那颗陀螺星在财博工上面 还会影响对公的福德工 都会觉得说 哎呀这个动乱的世界啊 这样的状况啊 是不是 我该要怎么办啊 那但是可以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呢 就像我刚刚说的 陀螺星的那个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 你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 什么东西 什么样子的业外收入 什么样的理财方法 是会最适合你的 那今年因为所有的人 紫田县都有入村 所以今年其实是有机会赚到签的 只要你能够好好的想一下 我该要怎么做 再差的状况 也可以把自己吃饱嘛 反正私民工有路 让自己就过快乐一点 那替自己累积福分也OK 好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今年呢 都可以啊 替自己找到一个小小的副业 完成自己的梦想 然后赚点小签 我们再来试开 正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